利用周末来补眠是忙碌上班族的生活常态 但许多研究发现不规律的睡眠作息 对身心健康有很多不良影响 平常因为工作需要早起而睡眠不足 到了周末则为了补眠而晚睡晚起 就是所谓的社交时差 研究指出长期处在平常睡得少 假日睡得多的社交时差中 将对健康造成危害 比如说我们平常是10点睡 然后8点起来 周末是2点半睡10点半起来 就好比说我们周末到了一个 跟台湾差两个半小时 像是台湾到印度去旅游 然后礼拜一的时候你又回来 社交时差和疾病的关联性 可能会跟我们的一些代谢的疾病 像是类似像血糖 高血糖就是糖尿病 或者是跟心血管疾病可能会有关系 国卫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团队 开发一款手机程式做习足机 透过每个人使用手机的行为模式 推算睡眠时间跟作息改变 同时增加侦测睡眠时间的弹性机制 来比较周末跟周间的作息差异 进而改善使用者产生社交时差的问题 他可以帮你了解说你的作息稳不稳定 特别是每天每天你的作息的起伏 是不是每天都是固定的时间 睡固定的时间起来 那除此之外 他还可以看你的平常日和周末的差异 像是说你周末补眠的状况是如何 林育仙进一步说明以往要了解自己的 睡眠作息是不容易的 目前市面上穿戴式装置跟睡眠记录图表 都很难兼顾精准度跟方便性 手机程式作息足迹的问世 将能成为自主睡眠健康管理的好帮手 原是新闻物流台北市采访报导